这盘棋讲解的是穷扣魔锥 红方是网天翼 黑方是沉冻 双方是先者对足底炮 形成一个顺炮对局 这儿红方出狙 黑方先过一族 打向出狙 红方只能上马 黑方推炮 至此形成终局 这个棋考验的就是红方 红方你现在压马 他就不识打你 但是你要吃足 他就上马砍住 你再打马 他可以掌局去保 所以你根本就威胁不到他 到这儿黑方过了一个足 红方两个马还不活 怎么办呢 红方也是让对方一个马不舒服 对方掌局就要直炮 那这儿可以看 所以他多掌一步 将来还可以出来 看住自己的足 这儿继续贯彻多足之势 红方选择G2进5 实战的话就比较激烈 G2进4的话相对来说更稳一些 对方这一走反正盯着足 他有一招炮瓶扒手段 到这儿打着马 看你要不要守 你守的话 那么这个棋你就会丢一个 这儿你要吃的话 他可以打马对杀 所以你杀不过他 这儿的话你先打G的话 他让开 那你吃跑 他仍然是打着你的马 形成对杀 这儿你一吃 他先来你一将 这个很关键 然后这里吃回G 打将之后 你G没出来 他下一步推G吃双的先手 所以红方这个棋明显占优 所以这个棋将来G2平7就很厉害 对方这个G3平2还不敢动 那足3平2的话准备打向偷袭 那这个棋就飞向不给机会 这儿的话这个棋 对方你要是再冲 他就闪开了 然后你再吃的话 他就有一个平均 打你的底势偷袭 对方的这个棋 你正常选择不是的话 他就卡住你 你吃一个无所谓 泡一甩边之后下底线 攻势非常凶猛 可以打底势 还可以狙到底线 对方低挡不住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 这个棋走巡河狙的话 就是多了一招炮瓶8 这招棋就可以很灵活的 移心换位 让自己的阵形舒服 就不会有弱点 实战的话 这个棋走的是狙而近 那么王天也是为了诱敌 跟对方展开搏杀 这个棋相当精彩 我们看一下 到这儿的话 他平足是想骗你吃掉 他打一架可以分鞭炮 所以红方先不是 不让你分鞭炮 这儿对方仍然打掉 你叫吃我就分鞭炮 那红方还不着急不吃 把你马制住 大机关比较强 对方掌局之后 准备出局 那这个时候 红方就给吃了 为什么刚才不敢吃 现在敢吃呢 因为刚才没有弱点 现在你一出局 就会形成弱点 将来你的势补不起来 他就可以通过 初摔的方式打击你 比如说你炮甩开吧 这儿初摔之后 看似可以炮一僵 实际上他这个棋 可以先走一步回马 才你炮 这儿你肯定要吃 然后这个一出 这就尴尬了 你这不设局没了 但是你不设局没了 但是你不设局还不行 为啥呢 不设局 不设局打你局一样的道理 你要是非要平局过来 那沙埃江 你这个局刚好给炮做架子 还上不来了 直接杀死了 所以你这个掌局 可以说是一把双人剑 又可以进攻 但是也会给自己形成弱点 那到这儿 洪方就利用他 黑方就不肯 就先把局调过来 他不甩炮 先甩局 这儿的话 这个棋就退回 把他锁住 不让你甩炮了 对方掌局就对 这部棋也是稳健 他是希望 吃他下应手 你要是直接选择吃的话 他这里就不管你 冰三棋冲就行了 这个棋洪方有利 你为什么呢 你这一吃之后 人家一冲 你看似可以逃马 实际上打一张之后 这边可能会有铁门摔 所以这个棋太厉害了 对方受不了 那么关于这样一个棋的话 到这儿以后 对方掌局也没有问题 那洪方可以考虑 吃掉比较稳妥 因为这个棋 抛压着马 他不能动 而且这个局看短局炮 即便你进去吃马 他也不怕 你只管上马就行了 那这儿你吃这个高马的话 他吃完之后 就可以多吃一个子 你这里牵住他以后 将来自己这边 就会有问题 那到这儿以后 你比如说你退局去锁 人家这个棋 就可以选择一个上马 你这儿打出来之后 他可以出老将 你将的话 他可以垫炮 将来这个马还是要上 你还是要牵着炮 给你摆走 所以挡不住上马 这个棋应该会占优了 还杀着你的底势 那么到这儿以后 除了退局的手段之外 你可能会先打出来 先打出来的话 这个棋 同方就可以出帅 黑方的话 这个棋也没有办法 你将军的话 他填炮 你在牵住的话 他上马 你再去摁 希望一桌一牵 人家这里直接一个甩炮 就不要了 那么你不吃也不行 你吃完之后 他杀你 事宜将就脱身了 所以这个棋 你要收工 那么这时候 你要补个式的话 他直接平炮 你吃完之后 他仍然下几炮 这个结局 你将军 他就电炮过来 这儿你还只能甩去 往回撤 那就这个棋 也是红方占优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红方可以放中炮 你将军 他就进来 你再一甩 那么这个棋 利用规则的话 你一将一杀 就犯规了 简单就获胜了 如果说不用规则的话 也可以 他现在就退一将 你肯定要退一回去 然后解杀缓杀 等你吃炮的时候 他杀一将 这边还可以 破相吃足 你这么一走 他一出老帅 打你中兵 你掌军 石头将他 他可以先来一招杀你 你不是想对局的来不及 他打你一将 这儿你要对局 打死局 你不敢 那你知识的话 他只管冲 即便江源军给你破一个事 也没有关系 那这个结果的话 狙炮兵肯定杀你了 所以这个棋 结果肯定是红方占优了 那么可见 这一路棋变下去 他也不行 那对方 就只剩下最后一路棋了 到这之后 这个棋 我们看一下 炮 你不打的话 怎么办呢 到这 你不打这个 你可能会走一个掌狙 就想吃对方的马 但是你走出这一步棋之后 红方 有一招 知识的巧手 可以打狙 那么这个时候 常规招法上马 你就不行了 因为你打了将之后 他炮甩开 你空头炮没骑 单骑炮瞎胡闹 你再吃他只管上 这棋占优 还有一个巧手 这个巧手在于 他这里不逃这个马 他平炮 给你吃一个马 点将之后 你上来将死 就上市 抽一将的话 将来你的鞠就抽了 所以这个棋 不管怎么走 红方多子 必然占优 黑方棋子不成立 所以这度棋 发射下去的话 确实也是 那么红方有力 实战的话 这个棋 他并没有选择 对狙 而是上马 这样就挤歪绳枝 被黑方一抓 结果这个棋 红方强行要切入 这个棋 应该走的是冰三金 继续贯彻 这个威胁对方的马 以攻带手比较好 实战的话 这个棋 没有走到冰三金 而是直接走的是上马 结果这个棋 就被人家 吃掉一个子 那么他不得不 吃回一个子 到这的话 一对之后 那这棋 暂时就没棋了 红方上马 是准备骗对方 如果你吃 我这里叫杀 但是这个棋 人家不吃 打完这个式 骗你 打着棋 那你棋不能动 棋一动将死 那你这里吃的话 正常 他这里 不一砍中式 迎面杀你 你去看迎面的话 他平局 八路线杀你 所以你防不胜防 到这双方 对杀很激烈 红方选择的是 初来 这里有一个 积续 想杀对方 那到这你不能吃 他底线一将 你上不去了 因为炮在下尔线 所以的话 这个棋对方 只能补试 红方索性把试砸掉 走得非常凶狠 黑方看似吃狙 不行 红方打一将回来 补象的话 点将 上来之后 这里钓鱼马 底线漏杀 所以到这里 还漏越杀了 对方这个棋 肯定不能吃狙 那现在能做的 就是狙舞推 先把狙守住 这儿红方也是回马 继续观彻一个底线杀棋 你不能打狙 否则这也结束了 那这盘棋 可以说很精彩了 对方只能退回 这儿一甩开之后 看似要底线杀棋 但是来不及 那么这个棋 黑方直接砍中式 下一步棋 狙点一将 上来 狙再点一将 再退狙杀了 所以这个棋 眼看黑方杀棋 红方顺势一将 把对方狙打掉 那对方也是点一将 把红方举射掉 到这儿可以说 民进收兵 双方到这里 举射差不多 关键的地方来了 那红方上马进去呢 可以说比较用强 那稳一点的话 这个棋 它可以考虑把炮推回来 将来呢 给你放个中炮 这个棋啊 红方就可以反客为主呀 实战的话 红方他上马 他用强 结果因为黑方这个棋 形成了一个反击啊 这儿通过踩炮打局 利用你 红方这个棋呢 想去将军 但是又怕人家 推局吃双 所以呢他这里也是 走了一个 精心构思的巧招啊 马先制住 然后呢他选择一个 进脑将 这步棋呢 黑方应该说 他走到哪儿都可以 结果呢 非要走到这个位置啊 就出了问题 结果人家一将啊 你要是回马的话 好他一将把狙丑了 所以地方很无奈 情况下只能垫居 但是一垫居 又中了陷阱啊 人家一吃 你又不能吃马大老将 你只能吃炮 那你吃炮他退一将 将来你这个棋啊 下老将一将就把狙踩了 所以对方这个棋 他就会选择推炮 将来就会有个 初帅手段啊 这样的话 对方你不敢吃炮 杀一将就去除了 那么实战也是 走的这个局面 我们还原实战啊 到这儿的话 他是先推炮啊 再捉吃炮 最终形成这个局面之后 下去啊 吃完这个子之后 红方由于拘马 抢弓在前 肯定是红方占优啊 黑方这个马还没上来 那么到这儿的话 也是比较痛苦 最终呢 是处于一个防守阶段 红方这个时候啊 选择装相 黑方一点将之后 刚好上马可以看住 然后呢 这个棋啊 红方再推局赤马 黑方啊 这里就下降 因为下一步 附有一个 局次平手杀招啊 那赤马是假 交杀是真 然后呢 趁机吃对方一个足 那也正是因为 吃了这个足啊 这个三兵只要一渡合 就会有迎起的可能性 但是对方有个象 过不去怎么办呢 他先啊 一将一杀 先吃你一个足再说 这儿的话 晃一下之后 选择一个平局交杀 这样一来 三兵就渡合了 到这儿的话 黑方这个鞠马 如果不能成杀的话 那红方这个棋 应该说鞠马兵就必胜了 那到这儿之后 正常啊 只管下就行了 因为红方这个鞠啊 守一个点位 黑方的马是很难切进来的 到这儿一踩之后甩开 没有问题 红方到这里 只管下兵 就可以取胜啊 那对方选择招法是退向 防止这个鞠点将 红方可以继续下兵啊 到这儿应该说是一个迎棋啊 但是呢 红方这时候他 节外生枝啊 俗话说穷扣莫追啊 他非要去追啊 结果出问题 那调居的话 他是想走一个 先手啊 这个追杀对方 那这个棋 刚好给人家踩了一将 利用的机会 我们看一下将军啊 那这样的话 你就选择一个下 然后人家退居回去啊 就盯着你 这步棋啊 吃着兵啊 吃着这个马 所以红方这个时候呢 他又进老将啊 试图呢 想骗对方 你吃我兵 我就僵死你 所以这步棋啊 应该说也是比较痛苦 他还是应该平居过来盯住 到这既然已经啊 不太好赢了 就先过来 顶住再说 找机会往河子走 王天忆不甘心啊 王天忆选择招法师进来 你敢吃兵我僵死你 不料这个棋啊 人家深冬极西 没有吃兵 而是底线传僵 到这你就上 顺势一将把局给抽了 所以这一步棋 平的比较差啊 那关键时候 想追杀对方 急于求是啊 那这个棋在二路线 很安全情况下 他只管进兵啊 到位就赢定了 结果关键时候啊 太着急了